善中佳議員 多謝主席 其實做任何事情 都要特別是公共事務 要看法、理程 主席如果你硬硬這樣 剛才你的勢頭 真的好像就這個37A 作出一個裁決 這個位置是很危險的 因為你這樣做的時候 可能會激發了 新一輪的一些不必要的衝突 主席我很希望你能夠平和地 大家處理這個37A 你現在作出這些先例 可能是一個很壞的先例 大家想清楚 然後 因為上一次 正如黃毓民議員昨天都說過 上一次本來都是想修改議事規則 未修改到的情況之下 當然了 張宜人用技術性的佔了一部 但我想回到你這次的問題 如果你用一次過 看也不看 又不給理由 就這樣剪了37A 無經預告的動議的時候 我相信會激發民情會很大 我希望你能夠平和地處理 現在已經有千多二千人在外面聚集 上一次發生一些不愉快 甚至有衝突的事情 其實多多少少也是由於主席你 上一次匆匆上這個付諸表決 而引發出來的 有時候的行動亦都是因亦都是果 你看到一些電視鏡頭 可能很多年輕人在衝 但大家看看 如果你看到 即是你回到頭 用他的角度看 見到這個議會裏面 那個議會進行的情況的時候 可能真是把鬼火他們都會衝 大家看看 客觀環境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主席你今天作出這樣的裁決的時候 是會很危險 我希望你不要做任何行動 是火上加油 我沒有參與拉布 也不支持拉布 但是在星期二的時候 二十幾位議員 也是很誠意地寫一封信給政府 以及你也透過你 希望有一些舒緩的方式 現在也透過你的關係 也是安排了陳茂波局長和村民見面 希望這些方式 能夠慢慢地化解矛盾和衝突 我們剛才希望藉著馮檢基的議案 希望能夠讓一些其他議程先去討論 爭取時間 不要一拖太拖 但是如果你是硬來的時候 用八環眼上攻 即是可能你有這個權 但也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引發出來的問題 社會後果是更加負面的 主席我希望用一個平和的方法去勸解你 希望你平和的心情 是回應今次的會議